他在香港傳統的學校 他讀得不開心 因為一班太多人 用傳統的教法 就不能夠顧及個別弟弟的興趣 去到美國 他就發覺沒有人學香港這樣 去供你第八級 我的方法是很傳統的 我覺得一定要教教學習 現在很多大學畢業生的學習都是錯的 所以我對於新高中學制 不鼓勵人看書 我是很反感的 現在除了學業成績之外 你覺得新世代的爸爸媽媽 應該培養小朋友哪方面的能力 才能達到全人發展 道德教育 你無論如何都會有價值 人人應該守住 將會有一邊 我記得你要被揭動 在別人的家裡 我聽說 你聽說 我應該是不想說 我聽說 我可愛的 不想說 我愷不想說 你不想說 你太朽�了